哈喽大家好,我是豆豆小师弟 今天我和大师兄还有邀请了两个小伙伴 一起来玩僵尸地图了 不知道今天这两个小伙伴给不给力 能不能帮我们消灭掉一些僵尸 好嘞,这两个小伙伴已经进来了 咱们还是先出去外面看看情况吧 哦,桌子已经帮我们做了一些地次防御 然后周边还有很多围墙 那我现在就跳到围墙上去 看看地形怎么样 嘿嘿,看来还得开着我的小坦克 整个区域都兜一圈啊 诶,这里怎么有这些东西啊 那估计怪物就是在这里生成的 听大师兄说,最后还有黑龙会出现哦 考察了一下地形 我大概了解了一下周围的情况了 那我还是赶紧回去吧 不然待会武器都被他们几个人抢光了 我还是来把储物箱一个一个都打开吧 呃,这些好像并没有什么用啊 我只要武器 呦吼,这边果然有武器 但是好像被他们拿走了一些了 这个储物箱是工具类的 我也拿上一些吧 这些是可投证和发誓的 我好像不用到啊 现在东西都拿起了 那我准备出去了 然后做一些防御吧 哦,对了 要先把我的钻石护甲穿上 呀,这小伙伴怎么有火箭筒啊 呵呵呵 看来是趁着我出去看地形的时候 好的武器都已经被他们拿走了 嘿嘿,不错不错 这个小伙伴说他想给我一把火箭筒 诶,背包满了 捡不起来哦 哎呀,你这可恶的小恐龙 他是给我的 你怎么就抢了过去啊 赶紧还给我啊 这个小伙伴说 他手里还有火箭筒 准备再扔给我一个 哈哈,你们这些坑货 究竟是拿了多少好武器啊 好嘞好嘞 非常感谢 我现在已经拿到火箭筒了 不过 怪物跟僵尸究竟什么时候来呢 趁他们还没来的时候 我们要尽快做好防御啊 诶诶,大师兄跑到楼上去干嘛了 那我也得赶紧上去看一下 嘿嘿,这小伙伴也想上去了 诶,你怎么又给我火箭筒啊 哦,原来他是想给大师兄的 我们几个人发现楼上也没有什么 于是我们就下来做陷阱了 现在大师兄又在做激光墙了 那我也赶紧下去帮忙吧 然后再过来这边 把这些地刺陷阱给拆了吧 免得把自己给扎伤了 好咯好咯 那大师兄现在就准备给激光通散电了 那我也得赶紧帮忙 把这个被小伙伴挖的坑赶紧给补掉 防御做好以后 天也已经黑了 估计怪物和僵尸就快出来了 哎哟,这个小伙伴还挺聪明的 他准备用机械臂来挡住僵尸前进 嘿嘿,不错不错 都很厉害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防御方法 哈哈哈哈,太搞笑了 大师兄不小心把激光打开 差点把他给搞死了 哎哟,僵尸已经出现了 那小伙伴们准备开战了 大师兄也把激光网都打开了 看来他们是攻不进我们的小房子的 这边也有长毛怪了 让你们尝尝我的加特林重炮吧 他们这边的敌人更多 那我得过来帮忙 拿出我的火箭筒 让你们瞧瞧他的威力吧 啊啊啊,什么情况 这火箭筒发射的不是火箭弹啊 而是石头啊 这就尴尬了 这杀伤力就一般般咯 后面僵尸和怪物越来越多 不过他们对我们好像没什么杀伤力 不过他们倒是挺扛揍的 要打很久才能把他们打死 哎哎,还生成了爆爆弹 那我要下去跟他们正面PK 看他们能不能爆炸 哎哎,大哥大哥,我不打你了 你倒是爆炸炸死我呀 哎呀,看来你们是浪得虚名啊 连爆炸都不会了 后面有很多怪物跟僵尸 都来到我们激光网的前面 但是他们都前进不了 只能被激光网杀死 然后这边我还发现 大师兄又做了激光网 准备尽快把他们消灭掉 哎呀呀,激光网刚做好 还没通上电 黑龙就已经出现了 这个应该就是最后的boss了 看来只要打赢他 我们就胜利了 小伙伴们拿起武器 我们一起消灭他吧 我们四个小伙伴每个人站一个位置 然后连续攻击这黑龙 然后我发现这黑龙也太没用了吧 他根本就没有还击的时候啊 最后我们就直接把他给干掉了 这也太尴尬了吧 哎呀,吴迪太寂寞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小伙伴们的参与哦 下次还有小伙伴想跟我们一起玩吗 那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哦